真的 不知道怎麼辦 上一次告訴大家 我們全家確診這個事情 這個已經過了很久了 所以我們OK 謝謝大家的關心 但是今天告訴大家 肺炎之後的後遺症 我的身體裡面很大的改變 對我的工作來講的話 非常大的煩惱 我也想要告訴大家 我是怎麼樣再克服這個事情 我在網路上看 真的超多人 因為這個兒 非常大的煩惱 告訴大家 好 大家好 可是我們到網路上 全家確診 這個事情是已經告訴大家的 已經過了很久了 謝謝大家的關心 我們現在是先見看看的狀況 但是 今天想要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確診之後 我的身體上 很大的變化 而且是我看了 日本 台灣 美國 還有其他國家的資料 那邊寫到的事情 你看我的資料款是一樣 那就是腦污 還有記憶力的摔對 這個事情 我是非常明顯的不一樣 好像是腦袋裡面一片霧霧的 真的無法思考 沒辦法開始動手 吃嚴重的時候 完全是一片空白 然後就沒有燃料 然後蓬蓬的感覺 現在是好一點 然後開始有回來的這個節奏 這個影片的話 我想要介紹給大家 那我是怎樣的方法 開始恢復了 我們很多很多的關鍵 第一個 降低門檻 原來是 至少98塊達成的東西 我的資料款的話 真的是想不出來什麼 就 0 18 就完全達不到之前的 98 180 這樣子的完成度 這樣子的時候怎麼辦 也就是 日期的要求要下降 不然的話 這個日期的要求 跟做不出來的 這樣子的 去磨損下去我的心理 我之前是 這樣子 用中文 寫一大片文章 然後就撥上去 在我的粉絲團上面 但是 這樣子的破譯證 出來之後 真的無法寫這麼長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的要求 壓下去追 沒有關係 寫不下去就寫不下去 兩行字就好 三行字就好 撥上去 最嚴重的時候 照片也是不要拍新的 從之前拍的 我的嘟口裡面 找適合的 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一直都停下來 就算做類最怕的東西是什麼 失去習慣 然後這樣子 一直做 一直做 之後 現在開始回來了 第二個方法 就是 做出來 不得不做的 轉換 這個方法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而且是非常有效的 例如說 拍照的時候 找一個距離 首先是 約好它 人家要過來 這個時候 我是不得不開始做 利用外來的壓力 不要依賴自己的意志力 第三件事情 這個也是非常好用 你一拍一拍的時候 可以做得出來 A B C 這個三個事情 下不了手的時候 維持這樣的話 你們壓力更大嗎 A B C 一直沒辦法自信 那就 留下來 最重要的東西 A跟B起來的話 這個B字 那不錯耶 其實 沒關係的東西 直接剪下來 然後就放在後面 至少A做好 例如說 我的副頻道呢 停下來 原來就是副 停下來 無所謂 所以這個取杀 我覺得是很重要 還有第四個 給別人做 把自己在做的事情 切成奇怪 然後可以給別人的部分 是讓別人做 我們自己的腦袋 是首先休息 當然是 變得會發錢 但是 做不出來的東西 就是完全沒有收入 例如說 我的工作來講的話 拍照 這個部分分給別人做 請上司來 拍影片也是的 請上司來 還有 找出來跟 最近台灣紅什麼 有什麼新聞 這個事情 請別人做 原來是自己做 但是就想不出來 然後下不了 他就請別人做 自己做的東西 不可以 不要 你走看看 總得有時間 例如說 他找的東西 跟我想要的東西 不一樣什麼的 至少完成一步 我再考慮就好 這樣也是可以 玩下一步下去的 下一個 先安排行程 後面再想 例如說 演講的機會來的時候 直接接 當然前提是 已經是可以完成的了 這個節奏出來的 那就 OK 我覺得這個方法也是很好 但我剛才說的事情是 怎麼樣做的話 完全走 當然知道要休息 這個事情是知道 但是 不打不要走的時候 不做下去就是零 不做下去的話 壓力更大的時候 那如何怎麼樣做下去 是剛剛說的 做的時候呢 我開始有本來的節奏 而且是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我剛剛說的 這一些呢 方法 有一些事情是 提高了我的效率 比之前更好的地方 找到了很多 除了這樣子 前進的方法之外 還有沒有哪一些事情 是我覺得 面對這個後遺症的時候 很重要的 例如說 離開 休息 當然是 離開 乾淨 一起看書 看小朋友的反應 抱小朋友 非常的好 第三個 洗東西 洗衣服 洗碗 我覺得對我的腦袋非常的好 洗衣、洗東西 至少衣服變乾淨 看的時候就很開心 再來 全理桌子 這個也是很重要 而且是非常對頭腦有幫助的 至少我工作的桌子要乾淨 就是這樣子 桌上乾淨的時候 最近我找到的好東西 小朋友的四字巾 最近用的 它也是 非常的優秀 再來是這個 如果筆電放在 平平的這樣的話 就佔這樣的功能 但是佔起來 再來是 肩膀的話無限 滑水也是變無限 再來 加上去了 這個 蓋它起來 不用的時候 肩膀 滑水要直接放進去 然後還有 整理性情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頭地 洗衣服 整理房間 頭地 一直都用這個 完蛋木工 那就我們 脫地一下 OK 結束 再買一點點的水 然後這個上面蓋子 這邊 放進去吃過流 就是 不管是多少次 都是用這個一點點的水 一直過流 再利用 所以可以 先変動水 先変動水 這樣子 從下面乾淨的水上來 水潤潤 然後 拿上來 就可以 讓它弄乾 好 肩膀沾的東西 但是下來是乾淨的 因為這邊的角度可以改 所以 千萬滴的地方也可以 可以 沙發下面 上面的水 好沾喔 不是透明的 有一點點烏烏的 但是 下面過流出來的水 就是完全是透明的 乾淨 而且那個蓋子的部分 有立體的刷子 所以這個 所以每次都是 用的時候非常的乾淨 不需要菜 沾的水換 然後新的水放進去 然後拿下去 拿上來 拿上來 這些都沒有了 連這個刷子 那個搓一搓 然後新的水來 搓一搓 吸一吸 這個也是沒有了 然後我們全家 拖完了 下面的水變成怎麼樣 你看一下 就是這麼的乾淨 全程 只用到了 這樣的水 然後倒下去 我覺得這個對環境也是好吧 而且是其他的頭髮的話 不是 用到最後 裡面的水 全部都是咖啡沙 灰沙 不是嗎? 這樣子嗎? A的地方沾的東西 B的地方在過山而已 但是玩到MOP的話 我們下面乾淨的水 上來 沾的水 過流 在乾淨之後下去 每一次都是用乾淨的水來 躲全部的環境 省水省錢 對環境也是好 而且是這個很大 26公分 所以比較省事先開大範圍的擦擦擦擦 但是只有一個地方來告訴大家一下 這個狀況是水出來 這個狀況是弄乾 一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一直弄 但是沒有水出來呢? 這個時候注意一下 這邊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水出來 這個是不會水出來 這個是弄乾的 一開始要吃它比較好 所以大家 這次來告訴大家 我的新冠肺炎的後遺症是怎麼樣 也就是腦污 我的感受是 是回復到七整八整 開始好起來一天的時候 就工作安排掉 安排了之後 你也有壓力嘛 不管怎麼樣 玩下去 這種動機會出來 不要靠自己 那自己的判斷力 需要的地方 留下來 可以交給別人的地方 不要罰自己的腦力 我現在是這麼做了之後 開始轉了我的心中的持人 又有信心了 那就信心的出來之後 那就開始轉 全體來說是 非常棒的一個學習 然後方法都做出來 對我來說是只有好事 很好的事情是 回復過來 我的習慣回來 所以我的頭腦 我的心也是趕著回來 放心 大家 希望是班主的聊 跟我一樣轉換 但是需要客服 要工作怎麼辦 之後 也請大家多多參考一下 那就是這樣子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請大家多多訂閱 開啟的YouTube 請按讚然後分享 然後那個忘了嗎 我的連結那邊有 所以請大家有興趣的話 看一下 當時的呢 有可能是現在的你也一樣 沒辦法專心的時候 我覺得 認真的認為 這個工作有可能是 最大的危機 已經做了四年五年了 但是最大的危機就是 那一段時間 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危機 但是放心大家 如果你現在 我自己嚴重的那個時候的話 應該是很不安 很緊張 但是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 可以回復 一起加油吧 那就這樣 拜拜 好 好